你确定 你要让我穿这件衣服 去参加大公爵孙女的生日宴 嗯 很适合你 我还是比较喜欢外婆送的那套 不准 现在天气冷 那件衣服太单薄了 可宴会是在室内 还有这衣服 我听得出来 外婆对博耿地大公爵的重视 而且到时候一定会有好多重臣在 这些礼服是不是有些不太复合皇室的脸面啊 你是对自己太没信心 你穿什么都好看 不喜欢这件 那你还可以在这里选其他的 沈凡星简单扫一眼 转头看向柏景川 你是认真的吗 你觉得我买它们是单纯新生的吗 沈凡星重新将视线放到那些衣服上 实在怀疑 这些衣服是柏景川买来给他的孕妇装 最后 他并没有改变柏景川的不容分说的态度 还是选择了他一开始 给他挑选出来的那件衣服 给由来亚女王打电话 说了一声礼服的事情 直接把柏景川给搬了出来 没关系 我相信柏先生给你准备的礼服 一定不会比我准备的逊色 嗯 挺好的 明天下午我会派车去酒店接你 这件事情他应该不会跟我抢了吧 不会的 不会的 嗯 繁星 我是你的外祖母 我们有着不能割断的血缘关系 我也非常爱你和你的母亲 所以外婆就是你的家 知道吗 不要再想着要离开外婆的念头 我好不容易找到你们 我知道你是个优秀的孩子 也绝对相信你 所以你要做什么 尽管去做 不用考虑太多 昨天一些话是我说得太过了 不过我从没有想过 要跟您隔断关系 母亲她很想念您 也正在努力 用最好的状态要见您 我们都不会离开您的 请您放心 那就好 那就好 那你好好休息 明天下午七点 我派人去楼下接你 嗯 挂断电话 举王大人 您怎么了 樊心说 她的母亲为了见我 努力着 丽雅 我欠她的太多了 如果我当初好好保护她 她根本不会受到这些苦难 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秘书 如果没有这些 你也不会有现在的小公主 而此刻 在他们的门口 叶静云静静地站在那里 听着房间里 两个人的对话 等到尤莱亚女王的情绪 微微稳定下来 她才抬起手 轻轻敲醒了门 走了进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